大家好,我是Stan 在米娜男友劈腿事件后 昨天前女友首次在网上发文 反驳了米娜的主张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7月1号晚上11点多 前女友在论坛上传了非常长的爆料文 主要是在反驳米娜主张的 刘某某是与前女友分手后跟自己在一起的 自己的爸爸有发文骂米娜是 并威胁要杀了他们 跟米娜在一起之前 前男友就跟自己有了矛盾 首先在公开的与前男友的聊天内容中能看到 在米娜上传与刘某某的合照前两天为止 刘某某与女友的关系依然是非常好 一点都不像是米娜说的两个人之间本来就有矛盾 然后前女友也公开了与米娜的私讯内容 姐姐,请问你是跟我男朋友在一起了吗 认识我吗 请问是谁 你不是说过与女朋友看起来很好吗 然后发送了米娜给刘某某传送的私讯截图 啊,那个人 所以为什么现在给我发私讯呢 是分手后跟我在一起的 有什么问题吗 因为给了我私讯 我回复后拜托她画画 然后关系变好现在在谈恋爱 跟你那边不是已经整理了 如果跟我分手了 为什么在我俩的IG里有互相的照片呢 你怎么一直装傻呢 我明确的告诉你 在分手之前 姐姐你上传了那张照片 因为那张照片跟新闻报道 所以才分手的 你根本就不可能不知道 然后叫她不要再打电话了 我是受害者 为什么我要被欺负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我没有看过她的IG 当然是听她说已经整理了 所以才会在一起的 我是艺人 我会跟没有整理好的人在一起吗 然后是想要更彻底的整理 所以才会打电话 希望你能接刘某某的电话 前女友表示 只是看聊天内容也能知道 自己根本就没有像米娜说的一样 有骂过人 而米娜其实也知道 刘某某在没有分手的情况下 与自己在一起的事实 然后是公开了自己的爸爸 给前男友刘某某发送的 短信截图后表示 因为刘某某上传立场文后 自己的身份也被公开 看到女儿遭到这样的事情 所以爸爸非常愤怒 因此短信内容是有点冲动 但是爸爸根本就不知道米娜是谁 也绝对没有像米娜公开的一样 说米娜是 威胁要杀了他们 我们来看一下 爸爸给刘某某发送的短信 刘某某闭上你的嘴 下架你上传的帖文 跟死了一样什么都不要做 你自己没想法的话 就照我说的做 从现在开始再胡说八道的话 你们就要对付我了 不要再刺激我们 闭上嘴跟死了一样在那里 十分钟后我会再确认 确认有没有删掉那个IG帖文 如果没有整理好 你马上就会见到我的 相不相信是你的自由 不要做出会让你尿出的事情 你脑子真的很不好 然后最后也公开了 与前男友一起使用的恋爱F的截图 再次强调了在分手前的关系有多好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前女友的爸爸传送给前男友的短信 巧妙的假装是写给自己一样后上传的部分 真的很惊悚 这就是很含糊的爆料AOA后 让成员们爱骂是同一种手法 上次举及护理士的事情也是 月看月 所以爸爸短信里哪里说有XX 看他能这样伪奏爸爸的短信 是不是连AOA的事情 也是用自己的被害妄想伪奏了内容呢 真的想要听一下AOA成员们的立场 本来全国民都在应援他 现在因为他的行为 让大部分的人都说要重新评价启明的事情 也真是不容易 不能相信米娜 启明就不说了 只是觉得曾经被骂的那么多好可怜 应该就是得了 自己感决斗的事情 就会有错觉是别人真正做了的病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虽然说确实有点夸张 但是启明欺负他 排挤他也是事实 但是你们也不能趁机洗白 这次米娜的时间跟之前的时间是分开的 如果真的没有欺负米娜的话 早应该发出立场文反驳了吧 不过现在在韩国很多论坛 真的出现了很多质疑AOA事件的网友们 也出现了很多类似AOA事件的真相 这样的天文 受到了很多网友们的关注 我快速给大家读一下共同的内容 一 AOA成员们没有排挤米娜 在爆料两周前 前面有留言安慰被酸民攻击的米娜 在爆料六天前 米娜与成员还将去了福山旅游 在退团后 也与出了几名的其他成员们一起喝酒聚会 并上传到埃及上了 二 2021年3月7号 米娜在直播中亲口说了 在爸爸去世之前 经纪人有送米娜到离医院只有5分钟距离的家 但是米娜怕会影响到第二天的行程 所以自己决定没有去医院 而父亲在医院的期间 AOA的33个行程中 米娜有27个行程没有参加 说明了经纪公司与成员们有充分的照顾她 三 锦弥目前为止也没有承认过自己有欺负米娜 只是道歉自己没能够细心照顾米娜 是一个不足的队长 而退出了演艺圈 而FSC也声明过 因为米娜的健康是优先 所以阻止了AOA成员们的立场文发表 四 厉阵一爆发后 江南警察局有联络米娜 但是米娜自己拒绝了警方的调查 然后在IG发文 因为经济情况的问题 以及对于司法机关的不信任 所以没能提告 但是这次对于黑粉 却马上就表示要提告 露出了非常双标的态度 所以对于前女友以前AOA的贴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二选一的游戏 在韩国一个YouTube频道进行了 让女性们从身高163的肌肉男 跟187的瘦瘦男中 选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对象 大家也宣选看 参加试验的女性们 都选择了身高163的肌肉男 那么看影片的大家会选哪一位呢 大家觉得身材重要还是身高重要呢 好的 现在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最简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